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仅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 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哈啰 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15号星期二 今天要讲一讲 我今天去打了那个疫苗 Covid-19的疫苗去那个WTC那边 打了那个Extra Zeneca疫苗 要学一些那个过程 10点半 appointment 我去到那边10点3 去到那边10点3 最重要 去到那边要知道你的station number 你拿到那个Myser Charter F1 他有写station多少 不是room多少 什么多少 最重要是记得你是station多少 去到那边有很多服务人可以问 所以记得如果你是station2 好像我station2就跟着station2的排气去跑不了 他已经围好了全部 station2一条线 station1一条线 跟着跑跑很多 有很多个赞 有一个赞就填form的 有一个赞就问你 有身体有没有什么病 什么 可以打那个Extra Zeneca 或consultation 有一个赞就check你的IC 所以记得要带一支笔器 最好不要用人家的笔 用自己的笔 带一支笔器 因为你要填那个form 还有签名 那个form没有华语的 英文跟 我看到了 可能有了 我们没有问 有英文跟马来文 那个form有问你 有没有什么病 你要填 然后你要agree 我agree签个名 要打那个诊 然后记得要带IC 要带一支笔 带IC 带你自己去 还有带那个电话去 因为那个电话 很多东西 去到他们要scan 要做那个电话 来scan那个赞 还要check in 要scan电话 然后scan那个赞 也要scan那个电话 然后打了的时候 又要用那个电话 我来按他打了 打了 然后呢 他就会给你 第2个Dose 他就 第2个Dose的 那个信息就出来了 他不是讲你几次可以打 只是讲 你可以去打第2个Dose 把那个第2个Dose 叫等时间 他会弹那个时间出来 所以打了之后 有什么side effect呢 我就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high 有一点点算是晕 有一点点 他是这样的 他打好了 他打了 他就叫你去最后 最后那边 最后那个地方 坐在那边15分钟 看你有没有什么 研究的side effect 没有研究的side effect 你就可以回家了 所以我去那边坐 坐10分钟 觉得有一点点high 好像 好像喝了半杯啤酒 这样 喝了半杯啤酒 有一点点high 累就没有讲什么累 觉得有一点点high打了之后 坐一下子 没有什么 我就回家 回家了 回到家的时候呢 回家跑路的时候 你觉得有一点点 那个路 有一点点浮一点点 好像浮一点点 回家了 驾车回到家 回到家 还是有一点点high 他回到家 又开始有一点点累了 有一点累 所以我就有post 那边 讲我今天 去打高位的 没有做这样的posting 叫我喝多点水 所以我感觉我喝了几罐 谢谢你 所以我一下没有想到 谢谢你提醒我 我一讲take care take plenty vitamin C 我就没有吃Vitamin C 我太太有 偷几率来吃一下 明天 回家休息了一轮 我post了几样东西 然后休息了一轮 休息了两个钟 现在就ok了 现在呢 没有累了 然后呢 头晕 不是讲没有 还有一点点 就好像你喝醉酒了 喝醉酒醒了 还有一点点hang over 我觉得有一点点hang over 这样的lossal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讲很刺激的 很严重的什么 暂时 没有很大的反应 暂时 最好不要有很大的反应 这个Asternica 我看他要读 读那个 他的那个side effect 有些side effect 可以到十多天 不是讲今天没有东西 就以为没有 他有一个side effect 就是那个blood cord 我看是一百千个人 可能一个会中 就是那个blood cord的问题 这个要十多天 才会出来 这个要自己看看 如果没有打疫苗的 简单简单讲一下 我打疫苗 打那个 Side effect 这个Side effect 记得要带四样东西去 带IC 带一支笔 带你自己去 带那个电话去 我们看market 所以今天 KLSE跌一点 KLSE今天 不是很流行 所以跌一点点 新加坡 上21点 香港跌203点 South Korea 韩国 上了6点 日本 上了279点 日本跟韩国 上了 因为美国的NASDAQ 今天突破了 美国的科技版 对他们应该是有益处 因为他们是科技国 泰国掉了10点 菲律宾上了59点 中国跌 中国FTSC 234点 蛮多的 中国SSE掉了33点 也是蛮多 SSE掉了127点 是蛮多 是中国新年跌蛮多 澳洲上了67点 印尼上了8点 牛自然上了134点 台湾上了157点 印度上了57点 今天亚洲还OK 只是中国跌 中国跌蛮多 今天欧洲 英国上了14点 DAQ上了75点 欧洲蛮强 美国Tow Jones跌了85点 美国Tow Jones跟S&P S&P 到时候突破不了 跌回来 那个S&P 还可以 记得如果要看这个 美国指数 就看我的那个 Forex with KS 那个视频 我还有个视频 Forex with KS Forex 是讲那个 Forex 讲 Bitcoin Digital Coin 电子钱 还有那个 指数 美国的指数 美国 德国 美国德国 跟澳洲 澳洲 澳洲的指数 上了104点 昨天我 take profit 我现在等它 等它 等它 现在它 它是 突破了 我等它再突破了 它是这样 我们有一个 Normal 我们怎么买突破 它有一个顶 对吗 突破了压力 我等它下来 从事那个 那个 压力 突破了 变了支撑 我们要让这个压力 变成支撑 它在这边反弹 OK 我再买 因为这边上了 已经买了 so 这个不错 ok 这个 昨天 closed 这个 油 油还是4061 中油 中油 是下跌 下跌 so 今天的大赢家还是 油 ban oil 73.3 crude oil 71.32 so 油还是最强 马来西亚的油开始跌了 ok 马来西亚的油股 开始 因为我讲油股是下跌趋势 ok 油股是下跌趋势 正在下跌 油股它的指数在下跌 证明 下跌趋势 证明它是要怎样玩 下跌的 下跌的 指数 它反弹机会是很短的 所以赚了钱就逃 ok 上升趋势 我们买上升趋势的指数 略不同 ok 他 ok so它这个 上升的 ok 这个 时期是比较长的 上升 它的机会是比较多 因为它上升的机会 它的时期是比较长 ok 然后它 它这个 调整是比较短 ok 如果是下跌趋势 我们是买它的调整 ok 我们是买它的调整 所以调整是比较短 KOSE KOSE 那个 蜡烛越积越小 ok 这个蜡烛越积越小 所以这边有压力 这边这条线有压力 几天也就弹不回上去 因为这条 突破了这条 中道 所以有压力 它一直压它上来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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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这两天呢 这几天还在这边啊 它还在这边 横盘啊 在这边啊 横盘的时候 它还没有打来伸出来 还没有修找来伸出来 它弹上去又跌回来 ok 它跌下来有支撑 它上去又跌回来 所以现在这边呢 暂时我们 暂时在这几天呢 ok 是NUCLOS 是没有 算是 然后没有 可以上一点点 然后暂时它下 可能也会上一点点 因为这边有支撑 ok 暂时是没有很大的 没有很大的方向感 然后没有很大的方向感 所以暂时呢 我放它NUCLOS 可能明天会上 ok 因为这几个不是大方向感 but 我看这几天呢 压力这样子的压力轰轰 ok 它要上回去比较难 它下去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它已经突破了这条70线 ok but 这个呢 暂时 不是很 它的那个方向不是很强 所以今天指数呢 ok Industry有上 工业有上 这个科技 科技今天呢 蛮 有很多 有很多个股都会谈 所以今天我要讲科技 金融有一点点 然后全部下跌 还有 RIT有上一点点 有上一点点 有上一点点 其实蛮多啦 今天这个 Tele communication有上 这个电讯 和这个 这个 这个 重要一点我觉得啊 我们讲这个 technology先 科技先 科技 我们看了 我有更新点 科技 这边呢 这边呢 我讲科技 可能还有一点空间 ok so这边呢 在这边可能还有一点空间 因为这个是通道啊 ok 通道 so通道呢 它有一点点空间 才到这个通道顶 ok so还有机会 ok 还有一段时间的机会 才到通道顶 so这边呢 可以玩一阵子 下跌的通道啊 这个是下跌的通道啊 下跌的通道啊 so它在通道里面呢 如果它突破不了啊 它来了这边 它突破不了呢 中文我讲 那些科技鼓就要逃呢 那时候呢 ok 它会跌回下来啊 通道啊 我记得要通道啊 通道它突破不了通道 它就会跟着通道来跑 so下一个节奏呢 就是下跌了 它突破不了 ok 下一个节奏就是下跌 ok 那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就要逃那些了 科技鼓呢 ok 就要逃出飞 你是后一两年的 这样子不要讲啊 如果是 你是转期中期的 这个呢 到了这边 看它突破不了 ok 那些科技鼓要逃了 ok 暂时看来它还会伤 暂时还有机会伤 ok 暂时还有机会伤 so Bumi Amada stating a strong trend 这个讲 Bumi Amada 有机会上到54线 有可能 因为它看图 它也是讲图 现在哦 你看啊 它讲的图 ok 它讲它 如果能突破48线 有机会去54线 跟我们的图 是差不多一样的 你看这个答案 就已经行了 全部也 最终它也是要看图 所以它看的东西 跟我们看的东西 是差不多一样的 阿玛达你看啊 阿玛达它怎么样 那个54线是哪里 它怎么样找出来的呢 你看阿玛达哪里找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通道顶 看到吗 我们通道顶 就是54 ok 0.54 so 我们看的东西 是跟这些 银行 银行的专家 看的是差不多一样的 他讲他突破了48 有机会到54 所以我下一个 上一个target 是0.5已经到了 今天 ok 他讲他能突破这边 ok 这个 0.48 这边 ok 有机会 ok 0.48 ok 有机会 75 至4 所以你看他的target 跟我们看的图 跟我们看的图 是差不多一样的 差不多一样的 ok 所以我给这个target 如果短期 ok 收了钱先 不紧 这边呢 道不道呢 要看你有没有这个 他没有讲到啊 因为他这个是看 他这个只是讲图罢了 他也是讲图罢了 ok 他不是讲他们的 基本面哦 他讲图 他讲图可以到那边 ok but 在这边拿了钱 也算ok了 对我来讲 因为 因为这个 啊 啊 啊 Energy 你看啊 Energy是跌的啊 ok Energy 他的指数是跌的啊 so赚了钱就逃了 我是讲这样子 so Sertile Dynamics 现在找Energy 做他的 Check他的账啊 Energy是很出名的 这个 Ponitor Occountant来的哦 看他 看他 Energy找到什么出来 如果Energy出来 也是有问题 Sertile Dynamics 就很惨了 So Gowan Food Suspend啊 Gowan Food 停工哦 因为他里面的人 有78个中-Covid哦 So Gowan Food Gowan Food 要小心哦 So 马来西亚今天打了 197,963 dose 这个Vaccine 很快哦 这个打越快 对我们的 对我们的V型反弹就越好哦 So Sertile Dynamics So On Profit Taking哦 所以讲哦 不要以为那个 Sertile Dynamics Sertile Dynamics 有一天 两天 有人买就以为有机会上哦 这个 Energy check out 有问题啊 可能会跌下来 可能会停哦 so 这些 so我们要看到有V型反弹 有Vship recovery OK 做了这个V型反弹 然后那个RSI OK 也做了V型反弹 突破了骨石 OK 我们才去 台湾哦 不用抓底哦 不用抓底 拆底就能了 OK 大部分是可以取钱的 PUSA So PUSA今天上哦 因为这个 NASDAQ 他的 我们的这个 科技股上 因为美国NASDAQ 冲破了 冲破了最高峰 So今天COVID-19 蛮不错 So 这个 我们的部长 Kairi讲哦 到9月 他要80%的 水浪儿的人 打了V型 So这个 如果他能做到 是很好 对我们的股票也是很好 Special meeting 今天我们的王帝 王帝 首弹跟 公交部 meeting 所以这个可能对 Darulat 那些可能有改变 所以今天市场 比较小心 市场比较小心 So Maju Express 那个Bond 他借钱 那个Bond 买那个Bond 来做Project 所以他没有钱 所以Maju Express MASB 所以 有危险 要小心 拿他的股 我们看一看 MASB 因为他的 因为他的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 highway 可能也是少人跑 因为现在 这个 Covid lockdown but他的股 没有什么take 没有什么take 所以要不要卖 看你们 看要不要卖他的股 看你们 but他的股还ok 不知道这个Covid出了 可能还会不会 GC Take 如果没有Covid的话 暂时卖了先咯 所以今天我们的 首相会讲 这个 highlight recovery plan ok recovery 要怎样 recovery recovery so 复苏计划 经济复苏计划 不是 国家复苏计划 ok so 看他 应该是讲了 应该是5点了 等下要看新闻 8点新闻 要看咯 记得咯 这个视频出了 可能超过8点 吃了一点 可能睡了一下子 因为头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好像 喝了一杯 喝了一杯 vodka 这样 so Azata 跟Exalcom Digi 已经前喝了 两个已经喝病了 so plastic plastic的钱起了 ok 这些 做packaging ok ok 所以 他们的 my plus my packaging的钱 高了 ok ok so 他 这几间公司 赚多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 因为我是没有很少看这个packaging 因为太多股票了 所以新闻出来了 通关上了15.6% 282M ok 上了 net profit ok 他的利润上了24% 然后这个 SLP呢 SLP呢 就上了46 上了38% SLP 他的股 还是下低基数 所以不要讲先了 还有SGGM SGGM 也是上 ok 上了 21% 还有Scientex Scientex 也是上了 Scientex 15%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看一看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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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 等下我们才讲 这个我们才讲科技股 通关已经立行已经冲了 已经冲了 已经冲了 所以现在呢 已经突破了 已经冲了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 没有几多机会还会来 所以我讲 我讲 走了 昨天走了一个机会 不用怕机会继续再来 这个也是 暂时 暂时 走掉了 走掉了 就不用怕 ok 不用回行 再看 你会看图 不用怕没有机会来 怕你不会看罗了 ok ok 它是这样 如果它能守在2.7上面呢 它能突破2.7 看来3.16 应该有机会上3.16 如果它能突破3.16 它能守在3.16上面呢 ok 4.2有可能有机会 ok 这个问Fibonacci 那你刚才我拿Fibonacci来看 这个有机会 ok 4.2有机会 如果它能突破3.16 现在看3.16 如果买了呢 攻击你 可以守到3.16 看3.16 发生什么事 它充不过 就要卖 它充得过就看4.2了 最好在这边买了 最好在突破买了 最好在突破买 这个股我们没有跟 没有跟到 所以这边突破买了 就有机会 ok 这个机会还有 我看来机会还有 如果买了 这个机会 如果还没有买 如果它掉下来 这边呢 掉下来2.3 ok 它充不过 它充不过 掉下来2.3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反弹还有机会 Scientech它在四方形里面 它在横盘 它要突破4.3 它突破4.3 就很有机会 如果它突破4.3 是充得很快的 6块都有可能 ok 有可能 因为这个 看看Fibonacci ok 看Fibonacci 这个是拆不了 Fibonacci是拆不了 Fibonacci不是拆不了 它是一个 一个 Projection Tool 就是它拆 它看它的走势 和它的突破 它拆可以 ok 有机会可以去到哪里去 有机会到这边 不是6.1 不是6.1 5.17 然后有机会到5.1 ok 5.1 5.1 5块钱左右 如果它突破了 有机会到5.1 SCGM OK SCGM 也是突破了 它还有机会 因为它还没有冲到太高 如果 如果 它能 它能 17 反弹了 反弹了 看来 如果它继续在上 有机会可以上到3.0到3.3 ok 如果它跌了下来 就要看2.5 2.05 它跌破了2.05 就要逃了 2.05 跌破了2.05 就要逃了 如果是在这边买 OK 所以它的机会 有机会到这边 3.3 OK 有机会到3.3 OK 3.0到3.3 如果它价钱上高了 记得 如果它价钱重上来 2.6 OK Stop Loss 可能可以放在这边 可能可以放高一点 因为那个2.5 是蛮低 可能可以放到 2.27 如果它继续在上 可以放到2.2 2.2左右 2.2左右 2.27左右 如果它继续在上 如果跌离上来 如果它明天没有在一起 就不要完整 因为这边有点压力 可能它会跌下来 才上去 可能它跌下来 2.2 OK 2.03 跌下来 才上去 如果明天它继续再重 这个就有机会到3.0 到3.3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看 我们有一个朋友问 所以我们看一看 鲁腹 所以我们看一看鲁腹 所以鲁腹还没有突破啊 鲁腹还没有算突破啊 突破意思是 OK 它要守在这边啊 它要守在这边上面啊 OK 一天两天 OK 4.48上面啊 要close啊 就是close了 market关了 它还是在4.49上面啊 4.495 OK 4.5 4.5 4.5 OK 它能一天守在4.5上面 OK 第二天也守在上面 OK 就有机会继续再上 OK 这些全部是假突破来的 可以假突破 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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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突破不了啊 它很有机会 它会跌回上来 所以现在不是买的时候 还要突破4.5 在4.5上面 OK 才是要突破 yes 爸爸 努力的 慢 OK 独复没有突破 这个不要玩啊 这个很危险啊 可能会跌回上来喔 因为 它这个不算是突破啊 OK 所以我们要看科技股现在啊 科技股啊 很久没有讲科技股了 科技股有反弹机会啊 不是长期机会啊 除非它突破 除非它指数突破先 so QES已经到了 我们的take profit了 0.88 0.87 所以这个呢 要等它 OK 调整下来 反弹先 现在是已经take profit了 然后不要追高 现在是追高了 线索也是啊 线索也是啊 线索也是到take profit了 0.51 0.56 OK 最好等它调整回下来先 你看调整下来这条趋势线啊 OK 它在这条趋势线这边买是最好的 我等它跌回下来 这个趋势线这边 OK 等它突破 它突破有机会 OK 5.45 0.54 0.63 OK 如果它跌破了呢 就要逃了啊 跌破了就要逃 跌破了啊 这个三角星 OK 三角星是这边 0.35 OK 就要逃了 如果要买的话呢 它可能 跌到0.27 有机会反弹 可能还有机会 所以那你是差不多到 通到顶了啊 我们在通到顶卖 通到底买 通到底买 通到顶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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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次到了顶 跌回下来 OK 现在又好像要差不多上到顶了 如果再要投资的呢 就要等它跌回下来 通到顶卖 0.27 0.29 等它通到顶卖 这边 通到顶卖 OK 才有机会 现在它还在下跌 才在下跌 等它通到顶卖 MP也是 MP差不多到通到顶了 所以这个不要玩了 等它跌回来 OK 如果要take profit 等它上到去通到顶 0.27 0.29 差不多这样可以卖 那跌回下来 0.2 左右 0.2 左右才 通到顶卖 反弹才买 MP呢 正在突破 如果突破有短期机会 到3.9 因为它这边有压力 如果它突破不了 可能它还继续下跌 Aktronik也是 还没有突破 Aktronik要等 等它过了0.255 0.255 就可能还有机会再上 我们也是要讲一讲 TOP GLOB 看看TOP GLOB 发生什么事 美国的TOP GLOB 有很大的 你看到 很大的蜡烛 还是很多人玩 还是很多人玩 上下 OK 昨天 昨天晚上 美国的TOP GLOB 还是在炒住 MALITIA 没有动 MALITIA 继续在跌 跟MALITIA 没有什么影响 暂时就不要玩了 OK 今天讲多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支持 还有这个 Aaron给过支持 放弃很容易 坚持很难 OK 谢谢你 谢谢你 Nicolas support LauTechJuan 谢谢你 support Janet 谢谢你 Chancelling 这个日期我放错了 谢谢你跟我讲 昨天晚上改掉了 Kanel Swami thank you 这些是spam来的 这些 外国人讲很多东西 然后很多的reply 就全部spam 不要停 这些进去 只是 只是要你给钱罢了 这些 OK 所以今天讲到这样的 先记得跟我like 跟我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还有我们的Facebook 是3dmiks OK 支持支持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留言 OK 小心Covid 记得打针 拜拜